正值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半年之际 中心社记者专访了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回忆起过去一年多香港社会遭遇的动荡 李家超仍毕毕在目 他说在香港特区23年的历史中 这是从未有过的黑暗时刻 每一个人都觉得在去年6月之后 是香港经历了一个地狱的一个时代 基本上我们的收罚意识是崩溃 马路上的砖头被破坏的 可以填满48个难求墙 被拆的路的栏杆有5万米 就等于我们125个国金二旗这么高的大楼 坐地铁不付钱 好像是很有道理的 犯罚的人比受罚的人更嚣张 打人的人被受打的人 好像他是更对 很深感召 也是非常心痛的 面对愈演愈烈的黑暴事件 香港警员挺身而出 守护香港的和平安定 奔波前线除了暴徒的攻击 对警务人员及其家属的起底 伤害和不实言论也从未间断 与许多警员一样 李家超的个人隐私也被公开 但在他看来 与一线警员相比自己所受的影响不值一提 我的个人影戏都被公开 这个警队里面有超过3700多个警务人员的影戏被公开 包括他们的家人 这个每一个被公开影戏的人都受到不同的影响攻击 所以我的受的影响比我们三万个警察没有得比 他们每一个在前线 在面对攻击 面对生命安全的威胁的时候 家人在后面也被影响 他受的这个攻击太大了 所以我是非常感谢警队每一个谨守岗位的同事 随着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 香港迈出修理风波以来 社会由乱向志的重要一步 李家超表示 国安法的出台 对于此前嚣张插手香港事务的外国势力 接连打出两计重拳 半年来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层面 成效显著 第一个就是国安法在生效前 以生效后的一段很短的时期 我们留意到的一些外国人 很匆忙地离开香港 我们评估都是有情报背景的一些人 他们都是策划主机的人 所以没有他们在香港再搞乱的话 当然本地一些破坏分子 他的力量就减低很多 另外一个元素就是基金 以前在最坏的时候 你看到的暴徒出来 所有的装备很全面 但是现在因为国安法 这些基金很多都停了 在国安法落实五个月吧 到落实前五个月 拘捕的人数下降一半 自1977年正式加入香港警队至今 李家超已有40年的警政工作经验 从早年间在刑事调查 情报等警务部门中捋破大案 到八年前加入保安局后 接手处理2014年的战中事件 2019年的修理风波 李家超可谓身经百战 然而当被问及从业至今 做过最有意义和成就感的事 李家超并没有犹豫 你问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什么 以前我觉得在几个工作里面 我去拘捕很多犯大案的人 都是很好 很应该做 很有意义 对社会服务是很大的事 但是如果从高度来讲 还没可以跟国家安全 这个高度去比 所以现在我们从整个城市 从一个一般的计案事情来 提升到一个从国家层面的 回复国家安全 这个重要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其中最有意义的一个事